名家连环化 鱼公移山 贺有直坐 以前 有位老人叫鱼公 他家门前有两座大山 一座叫太行山 一座叫王屋山 鱼公和家里的人 出门就得翻山越岭 很不方便 有一天 鱼公对家里的人说 这两座大山挡在屋前很不方便 我想把它们搬掉 家里的人听了 都拍手说好 第二天清早 鱼公就带着一家人动手搬山了 有的挖土 有的运石头 这件事 给一个叫治所的老头儿知道了 他想 谁听说过搬山的事呀 鱼公竟干这样的傻事 有一天 他跑来劝鱼公说 老鱼公呀 老鱼公 你都快九十岁了 砍柴石草就够你累了 怎么来搬这样大的山呀 鱼公听了 哈哈大笑 他摸了摸白胡子 回答说 不错 我是老了 可是我死之后 还有儿子 儿子死了 又有孙子 子子孙孙 一袋袋挖下去 再大的山还愁搬不掉吗 治所听了 没有话好说了 鱼公的一位邻居大娘 也带着八岁的儿子来帮忙 他们干得可欢了 一年里难得回家一次 鱼公搬山的事情 很快传遍了远近的村子 大家都跑来和鱼公一起挖山 后来 鱼公搬山的精神感动了上帝 上帝便派了两个大力士把山搬走了 鱼公搬山的事 鱼公都乱 鱼公都乱了关门 鱼公 ru公